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个学校大姐大被校草伤害的故事 话说,韩国中庆南道红城有两所高中学校 一所名为农高,一所名为工高 两所学校从成立以来,双方势力都没有踏进过对方的范围 男主名为江中吉,是农高传说中的校草,同时也是情圣 凭借一张帅气的脸蛋,他可谓是撩遍每一位女校友 手法高超,很难有妹子能够把持得住 单单一个眼神,一个呼吸,便能让妹子失去理智 学校的妹子都知道他是一个渣男,但依旧希望被他翻牌 中基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撩妹手法 如果和妹子出去约会,怎么样才能不被当作流氓摸一下 首先,要用手背,无意识地碰到女孩的身体 假如她对你不感冒,她会将手甩开 如果没有任何反感,说明有下一步发展的可能 接下来翻转手,便可以尽情地摩擦 中基非常好心地将这套手法告诉了轻商见家的好友 中基每一次地撩妹,如果妹子乐意让她撩 下午放学,会约会人家去固定的饭馆吃炸酱面 然后带着妹子看个电影,利用翻手摸熟练的手法将妹子搞定 基本上,她和妹子约会都是这个流程 这部,学校的短发妹便把她忽悠上了档 中基收藏了一张学校妹子的合影照片 没搞定一个,她都会自照片后面写下名字 记录自己非凡的战果,她的梦想就是撩遍照片上的所有人 师叔渣男无疑,各位妹子要提防像她这样的渣男子 因为她的随性,不小心欺骗到龚高大哥光石的妹妹 光石每一次见到中基都会欺负她作乐 作为当地高中打架非常厉害的角色 连农高的老大都要敬仰三分 一副高傲大哥法,打架从来没怕过谁 但她和农高的女主英叔结成同盟关系 同时,她也在苦苦追求这位冰美人 女主名为英叔,和中基是从小长大的玩伴 她十分喜欢中基,然而中基对她一直不感兴趣 英叔是一个单亲家庭,靠着妈妈开小饭馆生活 由于家里没有男人,她从小便担负起家里的责任 送货莎的重体力活全包给了她 以至于力气要比其他女孩子大的很多 英叔虽然个头比较小 但是在当地可是出了名的人物 靠着武力,横扫了中青南道红城的所有高中 基本上,能够和她预战的人 恐怕只有身为男人的光石 英叔平常一副大姐范儿 出门溜达都有十几个小弟鞠躬问候 身边更是有两大战将贴身保护 脖子上经常贴着白色狗皮膏药 不知道是落枕还是潮流 反正这玩意只有大姐头才有资格贴 中基这么会撩妹,和她老爸有着莫大的关系 她的父亲很会打扮,而且体力不错 时常会帮助寡妇做农活 寡妇也会送些水果打谢 有时候,晚上会在英叔家做到很晚 在中基很小的时候 老爸告诉她,母亲离家出走了 中基一直认为是父亲的出国也导致的 对于她的父亲总是没有啥好脸色 她和家里的叔叔关系很好 叔叔也遗传了帅气的基因 在海上跑船,环游世界 让中基很是崇拜 这天,学校来了一名新生素希 听闻是从大城市首尔来的 父亲是一名厂长,家里很有钱 说是生病了回来上学 长相非常漂亮,算得上小镇的白富美 学校的男生听到后都跑过去围观 身为情圣的中基 怎么可能会放过这块肥肉 看似不在意的刘达 一堵素颜的真容 这一幕正好被啃白菜的英叔看到 下午放学,英叔约见了中基 质问她,学校的妹子都被你撩遍了 为什么就不撩我呢 晚上八点,你们的基地见面 记好了八点,不见不散 这种表白方式可能只有英叔才能如此霸道 晚上,英叔打扮得漂漂亮亮 穿上高跟鞋,涂上腮红,整个卷发 满怀期待等待的却是中基的朋友 小伙智商和情商都让人堪忧 用中基焦的反手墨竟然用到了英叔身上 英叔这把脾气一转身就是两个大嘴巴子 吃了暴死胆,连学校大姐头都敢碰 活该啊 第二天,光是手下找到了农高的老大 为什么找他,明显是无聊找事情打发时间 浓高的老大不负重望 被人家光是一顿手虐 打完架,光是还不忘找到中基欺负他一下 中基被人打还要笑脸迎合,实处无奈 挨打归挨打,撩妹还是要接着撩的 他送给苏西一片数千,约在晚上饭馆见面 这一幕再次被英叔给看到 所以中基最后等到的不是苏西,而是英叔 英叔为了讨得中基的喜欢,故意将头发梳成苏西一样的两个小辫子 但是并没有得到中基的夸赞,竟然还说喜欢苏西是因为她漂亮 我严重怀疑中基的眼睛有问题,英叔这么卡哇伊,你竟然看不出来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喜欢就说人家漂亮,不喜欢就说人家丑 学校的人群中,除了这些打架谈恋爱的,还有一位妹子不被所有人理解 她只知道每天围着操场不停的奔跑 苏西就像她斯文的外表一样,唱歌都是温柔的情歌 一副娇滴滴招人联储的小女人形象 时不时还坐在河边画上几幅画 正所谓,一顿操作猛入虎,仔细一看,小鸡着米图 没有金刚钻就不要装什么文学人士了 中基有一个哥哥,和他放荡的性格有所不同 哥哥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检察官 在韩国的环境下,谁家出个检察官,可能要召集全尊人来庆祝 让所有人知道他家除了一位能人,就是这么社会,这么炫耀 英叔面对中基的再三拒绝并没有灰心 威胁他的朋友写下中基的一百条爱好 中基最大的爱好就是球鞋 英叔花了积攒很久的零花钱,给他买了一双名牌球鞋 中基知道是英叔送的,很生气找他理论 话虽然很强势,身体却很诚实 只是警告英叔只有这一次 屁点屁点唱着小歌,拿起鞋纹了起来 心里别提又多美了 可惜的是,还没暖热乎,被突然出现的光石给抢走了 宝宝心离苦啊,但是又打不过人家,好气 平复心情,他开始对苏西展开攻势 比个心,抛个眉眼,高点暧昧 下雨天跟着家打伞,没想到人家坐的是汽车 精心准备的坐垫也被英叔给抢走 偷偷摸摸放人家门口两只小兔子,彰显自己的小爱心 他的这一套套作并没有打动苏西的心 直到这么一天,同学们在田野帮忙劳作 苏西被一只水质吸到,大喊大叫,吓坏了所有人 只不过是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小动物居然如此大惊小怪 仲基说水质有毒,带着人家的腿猛吸了起来 老师派人让他前去医务室查看,等放学时已经是晚上 仲基骑着自行车等候了多时,期待这个结果已经很久 他骑车打开灯,紧跟苏西身后,保护他回到家 相见小道,青蛙棉角,道香缕缕,一束灯光 此情此景下,很难有妹子不为之感动的 第二天,苏西便主动约会中期 对昨晚的事情表示感谢,特意送给他一把刀子 说是手而长得帅的男孩都有这玩意儿 这貌似只有像光石这样的人才会拿这玩意儿吧 趁此机会,终极一鼓作气 邀请苏西去游泳池花汗冰 开着摩托体验风一般的感觉 两人开心过后,正巧从英叔家门口路过 英叔穿着朴素的大麻装,正在帮家里做事 见到他们两个在一起,英叔的心里无畏杂拳 抱着一罐下降大哭了起来,很是让人心痛 中期带着苏西来到最终场所饭馆 送餐的大叔都知道中期渣男,一副瞧不起他的样子 中期这副德性确实招人讨厌 又是帮妹子拌面,又是坐在旁边花言巧语,赞美不断 眼看时机已经成熟,中期反手摸在苏西的大腿上 苏西表示很是气愤,转身就要走 一时着急的中期立马拽住了他 没想到拽错了地方,这下中期彻底被催,彻底玩完 在中期的情史中,这算是第一次吃了败仗 有这么一种叛逆心理,就是越得不到的东西越想得到 中期被人家这么拒绝,反而让他动了真情 他撕掉了战绩照片,发誓一定要追到苏西 上课看到农民卖牛,他都暗自流泪 他算得上是第一次在感情上受伤,相对于英书的伤害 终极这点伤,显得微不足道,我更心疼英书的感受 英书面对光石的苦苦追求,一点都不为之所动 还警告光石,如果动终极,光石会第一个死 英书对终极的爱是默默的,暗中保护他不受伤害 车前,英书偶然发现,身患肺劳的苏西竟然带着烟 用猪脑子都能想得到,好女孩谁会抽烟 苏西直接和英书摊牌,她不是什么良家妇女 来乡下上学是因为在首尔者的事被开除 淑女形象都是装出来的,真正面目是混混 两个人约在厕所见面,一言不合直接开赶 苏西竟然连拳击手套都戴着,真是隐藏的够深 苏西再厉害,和英书对战依然不是对手 不过英书也没逃到什么便宜 终极听到两个人要打架,立马冲了进去 首先把苏西保护了起来,还把英书推到了一边 打架的事情惊多了校长 双方父母见面协商怎么处理 校长从英书的身上搜到一个破旧的圆规,误以为是凶器 他们国家的制度大家都懂得 苏西的老爸是有钱的厂长,英书的妈妈是寡妇 校长当然是袒护苏西这边了 英书愤怒之下大吼,这破学校,胡上不就得了吗 拿着圆规离开了校长办公室 临别时,他向一直教育他的老师鞠了一躬 感谢了他这么多年的照顾 英书心灰意冷,独自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道 不禁让他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 由于英书家比较穷,没有多余的钱来买圆规 中吉主动把自己的圆规送给了他 说是自己有两把 上课时才发现中吉在骗他 因为没有圆规,中吉受到了惩罚 英书从那时起,便再也无法抹去对中吉的爱意 当年的圆规,他一直装在身上 一保留就是十几年 不知不觉中,英书竟然走到中吉的基地夺了起来 此时的中吉刚刚给苏西买完药 得到消息立马赶了过去 这么多年,两个人很难得的坐在一起闲聊 英书说,他自己学习一直都不好 中吉就不一样了 小时候学习那么好 现在却只顾着撩美 建议他好好学习 以后考上检察官啥的 英书暂时借助在基地一个晚上 中吉离开走到一半 突然又返回到基地 给英书买了药品 还帮他盖好被子 两个人四目相对 正要亲上时 苏西正赶来感谢中吉 就是这么不巧 被他撞个正招 一下子打破了英书期待多年的场面 看着中吉抛弃自己 前去追溯西 英书心里很不适滋味 只能一个人大半夜走回家 没有人保护 光时非常在意英书 他知道英书和中吉见面 怀疑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基督心下 他第二天带着小弟 跑到了农高的校门口 双方站了脸排人 体育妹从他们中间跑过 光时说 中吉动了他的女人 只要他一个人 农高的老大一开始不相信 不过之前被中吉耍过的短发妹告密 中吉确实和英书有啥秘密存在 于是乎 中吉被自己的学校人抛弃 也怪他总是蘸花惹草 得到女人的报复 英书知道中吉被绑走后 立马单枪匹马跑了过去 拿着一瓶硫酸威胁他们放人 中吉算是私里逃生 但英书就没有那么好过了 之前和光时在一起是战略同盟 现在他俩已经反目成仇 趁此机会 英书拿出愿规质问中吉 你不喜欢我当初为什么替我受罚 中吉告诉他 其实他曾经也心动过 后来他妈妈离家出走 他的爸爸经常去英书家里喝酒 中吉认为是英书妈妈导致他父母离婚的 所以从那天起不敢再心动 英书回答他 我已经连那个都已经不在乎 言外之意 你和那么多女孩在一起 我都不在乎 连我死屁赖脸放弃嘴言追你都不怕 你居然因为怀疑就把我心拒绝 随后英书把圆规扔到了河里 转身离开 光石打不了中吉 只能找到他喜欢的人报复 几个大男人趁着夜色绑走了他 打算做坏事 正巧被老师发现给救下 中吉知道后 拿着素齐送给的小刀前去报仇 奈何 他是一个胆小鬼 一招没有处 被光石暴打了一顿 英书和光石同盟的魄力 势必需要一个新的大姐大 英书答应 主动让出位子 前提是 不能再找中吉的麻烦 紧接着一旁准备多吃的二把手 带人把英书毒打了一顿 因为光石答应不再动中吉 所以挨打过程中 他并没有还手 他的挨揍没有起到有效作用 中吉居然主动跑上门找事 被光石打了一顿 回到家 又因为老爸发现私藏的妈妈照片 丑了起来 中吉终于把心中的怨恨说了出来 说是因为老爸出轨 才导致妈妈离家出走 一旁的哥哥上前就是一拳 你以为是老爸出轨 才导致出现这种状况吗 其实是妈妈出轨抛弃了老爸 编揍谎言 是怕中吉接受不了才说的 这么多年 老爸单身一个人 没有一次碰过其他女人 衣柜里面一直偷偷挂着妈妈的衣服 他是一个钟情的男人 中吉一直怀恨的父亲 却在默默守护他 暗自想念抛弃他的女人 得知真相 中吉陷入深深自责当中 以前的自己是多么混蛋 朋友告诉他 英书为了保护他 主动让位 被人打也不还手 一系列事情 让中吉心中的怒火彻底点燃 他做了太多的措施 令太多人为他伤心 如果不能做出一个改变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垃圾 中吉带着满枪弄火 和光石展开决斗 即使光石比自己强大很多 被打得吐血 他依然要站起来战斗 他知道是打不过光石的 索性就破釜沉舟 和光石一起从桥上掉了下去 好在两个人并没有死 中吉上岸后 拿走了光石穿的自己的鞋子 扑着要找英书表白 道歉自己的过错 不过他已经没有机会 英书一大早 坐火车已经离开 去了首尔 英书从小到大 没有想过得到什么 唯一的愿望 就是和中吉在一起 他留下信告诉中吉 不要总想着 和你叔叔一样跑船 好好学习 考上好大学才是出路 我相信你一定是可以的 看着从眼前跑过的体育女 中吉发誓要重新改变 放弃之前浪子的生活 每天刻苦读书 面对苏西的邀请约会 都置之不理 当初的礼物也还给了他 他的叔叔跑船回来 带着一位胖胖的女人 中吉很是惊讶 叔叔会找这样的人 共同余生 叔叔告诉他 我跑大船游离世界 见过太多美女 外貌永远都是刺脚的 重要的是内心 他是否了解体谅人 多年后 中吉成就了一番事业 经过多方努力 终于找到了消失多年的营书 当着所有人的面 送上闲花 拿出定型信物原规 甜蜜的抱在一起 肆意的挥洒着狗粮 电影的结尾 体育女得到了马拉松冠军 故事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名为热血青春 是一部非常好看伤感的电影 电影中的很多画面 不禁让人心痛流泪 老油条我是非常推荐本片的 好了 本期就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